其实我身边很多在上海的白领 他也许过了30岁以后 他对结婚的欲望已经非常直线性的下降 他可能20几岁的时候 想我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嫁掉 但是30岁之后 他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得也蛮好 有这样想法的人多吗 很多 尤其是30岁以后 到了35岁以后 就是更对结婚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因为我们平常也会招人 像有一些小姐姐 比如说他上海本地的这些小姐姐 他可能在30几岁的时候 就他还是单身 然后他在跟你面试跟你聊的过程中 也是非常直接的就说 我也是不打算结婚的 或者说他30可能已经36、7岁 然后跟老公两个人在这里很幸福 房子也有什么都有 那时候我们两个也是不打算要小孩的 这非常的多 我觉得还是上海的生活压力 肯定养孩子的成本是很高的 压力是很大的 我们说上海的基本的这个情况 两个人如果说工资1万块上下 或者说1万5到2万之间 这样的话两个人生活 他也许在这边买一个房子 还一下房贷 他两个人也可以 平常有一些自己的娱乐 每一年出去玩一下 这个是我们按常规的标准去说 那两个人过得也不错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标准去再养一个孩子的话 就是会非常累了 因为你上海白领的话下班也很晚 小朋友的话 他们一般放学是 应该是四五点吧 四五点左右 那谁去接呢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如果老人都在老家 没有办法帮你带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还要再加一个阿姨 那阿姨的话上海住家的 如果是市区的话 肯定要1万块了 那稍微偏一点的 可能要七八千块 那这个就等于说他们的 再加上孩子的辅导 再加上什么 这个就是开销是直线的 往上会上升的好几个等级的 所以说很多 现在年轻人过了三十三 他会想我不要 算了不要小孩 那还有一部分 您刚刚谈到的是不愿意结婚的 对不愿意结婚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 可能就是现在的人还是有一点浮躁 我觉得就是像我身边 不管男性的女性 有的时候换伴侣 可能换的也比较快 就是大家觉得说 也没谈到结婚那一步 或者说如果是外地过来的 然后两个人结婚 那你肯定要有个房子嘛 那在上海买房子 首先你就有一个 如果没有户口 你就有一个限购的一个问题 先卡到这里 那你有了这个户口之后 那你有没有这个首付 首付来付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在上海如果说两个年轻人 他要谈婚论嫁要比在老家的成本要高很多 所以有些年轻人呢 包括女孩子现在也看得比较开心 我可能就是谈谈朋友就可以了 选择不结婚的生活了 对对对 会有很多 独立的社会比较多的 尤其在上海啊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但是对生活就是对我说我要嫁一个什么老公 他这个想法会比较会淡化很多 他经济上比较独立 对 就他自己一个人也过得很好嘛 那为什么我还要找个老公 我还要伺候你 我还要给你洗衣服 我还要再去平衡怎么跟这个我工作上的关系 他可能怀孕之后 这个怀孕产假是多久 三四个月是吗 那你回去在上海节奏这么高 你有位置肯定就没有了 那女孩子就也想得很开 那我就不要不要结婚 我不要小孩 您对这个不结婚的女白领这种做法 您是怎么看的 怎么看其实我是赞成的 我觉得她觉得开心就行 其实我确实是这样想法 她不管结婚也好 还是不结婚 她自己觉得开心就行 开心是生活的一个标准 对 是一个标准 就是结婚不是一个标准 开心是标准 您觉得结婚不是必须品 当然不是必须品 肯定不是 确实是开心才是必须品 就您刚刚这个观点 如果和您父母探讨的话 您觉得您父母会认同吗 肯定不会认同的 肯定不会认同的 但是我们这一代 对于下一代 肯定就是会认同了 您的子女如果不结婚 完全没问题 您可以接受的 对 但是现在唯一一个困扰我的 就是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 因为我身边其实丁克也 也有 就是很多好的朋友 也有 我是觉得他们现在 其实生活的挺潇洒的 但是我唯一会替他们担心的 就是老了之后怎么办 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我们这一代人 80后90后还没有得到验证 所以我也不敢说 丁克到底是不是一个对的选择 就是那你老了之后是谁来照顾你 然后你如果说我攒钱去养老院 但是养老院也许 你没有子女经常去看你的话 你这个时候就很考验人性 就是说当时的养老院的这个护工 或者怎么样 这个 他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这个就很重要了 所以说真的不是说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说我攒够了钱 我老了就有人管我 其实不是的 像我们身边有一些 70后啊或者什么 他们这一批的时候 兄弟姐妹比较多一点 那比如说家里老人生病了 就是几个兄弟姐妹可以轮流去照顾嘛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体现出来 孩子多的一个优点 所以这个也挺矛盾 就是你看 我觉得还是看 你是想年轻的时候可能潇洒一点 或者说 老了之后可能这个子孙满堂的乐趣多一点吧 就还是看你怎么选择 那您身边的丁克朋友 有没有和你聊过 他之后老了以后怎样一个计划 会有担忧的 说实话会有的 聊过这个问题 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他们自己也其实真的会有担忧 就是想说 现在确实过得也挺好 但是以后老了怎么办呢 也不知道 确实不知道 您觉得他们是后悔做丁克了吗 也没有后悔 但是对未来的一个不肯定 不确定 就是顾虑担忧 对顾虑担忧 但是你让他再选择 他可能还是这样的丁克 然后我们去看看 我们做什么事 然后我们去看看 我们去看看